邱慈炫因在直播中将新奇辣白菜翻译成泡菜仪式道歉 此前因为邱慈炫在视频中把辣白菜标注成了泡菜 因此被韩国某教授指责称奇不该犯这样的错误 要求他用韩式称呼新奇 为此邱慈炫方发布了道歉声明 表示自己会正确认识固有仪式的名字 努力让正确的表达更广为人知